而民众到火车站接送亲友经常会把车辆停放在上下客车车道 导致后方的车辆受阻严重影响到行车动线 甚至还会爆发口角 为了改善动线 台东县政府除了将进行动线改善之外 也增设了相关号制近期要开始动工 预计在今年7月份热气球嘉年华活动之前可以完工 台东火车站常因接送亲友的车辆太多 导致行车动线受到影响 为了减少这样的情形发生 台东县政府也将进行火车站动线 及周边道路的改善工程 目前的临时停车位是有64个停车位 那我们现在多了一个新的车道以后 多了16个临时停车位 但是最重要的倒不是再多了这16个停车位 最重要的是我们多了号制做分流的引导 然后增加我们人形的徒步空间 最大的改变是改变在这里 车站的门户景观工程 整个工程包括规划设计 包括工程整个经费将近三亿 那在我们分成目前来讲 我们分成四个工程师工程标 都已经完成花包 我们原来的工期是从去年 12月动工之后 我们一定的工期到今年的10月 那我们也邀请了施工单位 还有相关的建造 一起到县府的这边讨论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段时间 算是说在旅游的淡季 算是受整个环境的影响 旅游的淡季 我们希望他能够全力的 努力来做施工的工作 目前规划火车站前 增设车道外 也将设置相关的号制 让乘客可以在更多不同的地方上下车 期盼能将接送的车潮分流 达到改善的目标 台东市在过去来讲 是以旧站为核心 然后连接到县政府整个中山路 包括新兴路 包括整个大同路 是我们台东的最核心期 而我们透过台东新站的 整个门面的改善 我们相信 这未来是台东新站周遭 会是我们台东未来发展 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发展地区 相关的工程已陆续在施工当中 建设处也希望利用旅游淡季 将工程尽快做好 迎接暑假出游的人潮 记者潘俊瑞台东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